你看柯文哲剛講的話 你聽到他就告訴你 那我就該怎麼補就補啊 你們大家幹嘛那麼緊張 有點就是許巧 我先解釋一下柯文哲的 他那個圖 他那個是他其實最早 最早是他就是這張圖 現在易富哥拿這張圖 這一個其實是在新竹市的 那個千甲里段的水利路 那那個地方是靠近 我們新竹市頭前溪 那過一個頭前溪就是到竹北 所以他其實算是我們新竹市 繳在我們東區 其實我們環境算輕優啦 那重點是他那塊地的地號 就是剛剛前面講過 就是特定區域的農牧用地 那重點是為什麼柯文哲 會有這塊地 其實這不是今天的新聞 柯文哲在2014年 那時候不是選上市長嗎 那他說他那個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就有 所以2015年就有記者 去問柯媽媽 說你兒子怎麼有 名下有這個土地 然後名下就是2300多平方公尺 大概折台幣 折出來是700多坪 那柯媽媽當時回記者 柯媽媽說 那是這樣啦 有些醫生找我買 買這塊地 我是說他四個都醫生 我就不是醫生 所以我就去問問兒子 他一直說人家是找他合碼 那結果柯文哲跟他媽媽說 媽媽處理就好了 所以是這樣 所以最後柯媽媽就幫柯文哲 去處理這件事 所以最後就是這五個醫生 就買了那一塊地 那柯文哲當然就是其中持份一個 那為什麼買那一塊地呢 柯媽媽是這樣講 他說因為柯爸爸有一個心願 就是說那時候他兒子不是剛選上市長嗎 希望他兒子市長做了一樣 可以回來新竹市開業當醫生 這樣啦 這都是他講的 現在重點是 那一塊地是農募用地 就算你買那一塊地 你兒子要回來新竹開業當醫生 其實柯文哲那個財產公報有申報 他買了一千五百萬 就是說你花了一千五百萬 跟其他好幾個醫生集資買這塊地 重點來啊 那如果你只是買一個地 擺在那邊農募用地 也好像也OK 我有錢投資一塊地不是問題 重點是現在被人家抓包嘛 就是說這一塊地上面 怎麼鋪了那個水泥 然後現在有遊覽車停在上面 就反而變成停車 他跟你講是一個地主 其中一個人代表去跟人家 意思說他也不太清楚 重點是 然後客人說該補稅就補稅 這是取巧 那不是補稅的問題啦 你違法使用哪有補稅的問題 補稅是合法使用才有補稅的問題 那一塊地就是不能作為停車場 不能鋪水泥地 你怎麼會有補稅的問題 不當得利的問題 對 這是這就不行 那就違法使用這第一點 這第一點 然後還有第二點更深層的意義 是說那這五個五個醫生 不太不及在2008年去買這塊 這塊地 我剛剛講是農募用地嘛 所謂合適 你不要跟我說這五個醫生 什麼退休以後要去種田 OK啊 我相信2008年到現在也快20年了嘛 這裡面應該有醫生早就退休了吧 有沒有去種田 有沒有去鋼田 跟什麼都已經鋪朋友鋪成那個樣 你跟什麼田啦 可是你當初買農募用地嘛 那所以我就說這裡面大家 現在背後再討論的另外一件事 是更深層的 是說變更 這些對 你們是不是提早在那邊買地 就是要等待都市計畫變更 因為那個location不錯 那邊我剛剛講 因為他靠頭前溪 看起來那個view 怎麼開診所 他那個房子如果蓋起來 地步變更 然後蓋高高的話 那是可以看到那個 你知道看過頭前溪 其實河井第一排 而且那個夕陽灑下來的時候 你知道頭前溪我們那邊公園 其實在傍晚時間都會騎腳踏車 那邊那個view是很好 所以這個才是大家現在討論說 這些醫生當初在買那一塊地 背後是不是塗這個所謂的都市計畫 偏偏我們新竹市的市長 現在又是我們的高鴻安 就是他跟他很麻吉麻吉的 那這裡面高鴻安問題 也是大家一箱筐 在這裡面會不會有這個地幕變更 那要不是今天被丟出來 我相信丟出來 大概也不敢地幕變更 但如果沒有被丟出來的話 會不會有背後這些 這個才是客人只要去回答 而他今天只輕輕地說 那就是補稅 違法沒有在補稅 OK 所以醫副 現在看到這幾個 都跟土地有關係 都跟房子有關係 都跟這一類的東西有關係 而這些對一個候選人來講的話 到底該怎麼處理 我覺得一件事情 這個違建的東西 既然違法 其實也就沒什麼好談 我認為違法就是差 我不管你是新建違建 或是繼承違建 你繼承違建也一樣 繼承違建不是合法 繼承違建是違法 只是拍照列管 還猜 緩猜的問題 後面要記住有個緩猜 那換言之是什麼 我只是排到什麼時候要猜而已啊 那你說新北市政府 對賴清德的這個界定 繼承違建 其實也陷入了一個猜與不猜的兩欄 我覺得賴清德是陷入猜與不猜的兩欄 因為新北市政府不會去動手 不會 他把問題丟給賴清德 我新北市政府我當然很聰明啊 我只要列管以後 那變成你的問題啊 你要怎麼處理啊 因為我是依法行政 我就是繼承違建 拍照列管 排拆 還拆嘛 我依法行政啊 如果你是新蓋違建我馬上就去拆了啊 現在我擺在那邊啊 就變成賴清德的問題啊 你賴清德怎麼去處理這一個 被判定為繼承違建的問題啊 如果你現在回過頭來 這個民進黨包括連經濟部什麼出來 全部在幫他辯護到現在的時候 拆還是不拆 拆還是不拆 記得在節目上面的時候 賴清德來專訪 他說了一句話 公平就好 依法處理 那你現在猜了 那旁邊的里長不是說90% 他怎麼處理 怎麼處理 其實他最適當的時機已經錯過了 如果一旦被判定的時候 我就說我猜 然後新北市政府希望你們解決這個通案 立即去區劃或是什麼 幫這一些人去處理 如果你不猜你叫新北市區劃你要處理 那一天他在專訪就這樣講 那意思是我不猜你要幫我解套 我不猜哦 那你的意思是講說大家要把礦工所有長期來這個問題一次通盤 去做一個考量處理工庫 現在的問題是你貴為副總統當過行政院長當過市長當過立委當過國大 現在要選總統你跟一般人不一樣 如果你當初猜了然後說這個是歷史的因素怎麼樣怎麼樣 既然被判定既定既成違建的話我猜 那所有旁邊辛苦的老百姓裡面面臨的問題是不是你們想辦法處理 那變成你在做區劃解套的時候不是幫我解套我已經拆掉我已經拆掉了 那現在不是啊現在拆也不是不拆也不是啊 那你覺得現在要不要拆啊 他們現階段你做一下我現階段聽到昨天好像有討論這個問題 你自己覺得那不是我的房子我不需要回答 我覺得他認為他的房子跟旁邊房子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啦 賴琴德老家就算拆了旁邊的也不用拆啊 因為是寄存違建現在是態度的問題 我跟各位報告 對啊他是緩拆嘛 都緩拆一樣都是緩拆嘛 不會說賴琴德拆了旁邊都要拆沒有這個事情 可是現在面臨到那剛才最後為什麼會說要不要拆 現在已經面臨到因為選在二十五天 沒有 現在已經不是在同樣 因為法律上沒有問題嘛 可是現在你有沒有發現 國藝剛剛一直拿來講叫態度問題 現在都要選在二十五天 那其實我有聽到有綠營一些朋友 去把包括柯文哲那個用地的那個停車場 那個問題包括何友宜這兩天 對我們等一下也要講說何友宜 那個包括政治監禁的一些問題跟賴清德 他有講說那賴清德房子不是他的事情 那是他老家的一些事 那柯P的那個停車場那個地是他的嘛 那只差跟別人要弄這樣 那侯友宜那個政治監禁是給他的政治監禁 有綠營來講畢竟是這 但現在沒有人在討論這個嘛 現在人只要跟你講說這些問題 你到底要不要處理 有沒有那是態度的問題 你是不是要面對這些 現在這個問題 我覺得柯文哲不能淡化這個問題 最簡單的一件事喔 五個共同持有人 一個代表出去跟你簽約的時候 有沒有四個人授權的委託書 你共同持有人喔 理論上是要喔 那換言之是什麼 如果柯文哲有簽那個委託書的話 柯文哲是做違法事件喔 不是不是歷史留下來的喔 是如果你有簽那個委託書去把特地農業用地 去當做停車場的話 是你本身是自己做了執行違法的事喔 現在不是你補不補稅的問題 是你同意違法耶